我会不认识 靠边停就行 我在这儿下 今天只是顺路 你的车要是销回来 尽量去去吧 唐京 你们那为什么不告诉我 唐靖 有些话当面讲 我没办法理清 当面听 你也会控制不好情绪 什么时候等你平复一些了 再打开这段路音吧 不是我们 是我 是我单方面的爱上了婷子军 早在你们大二 我大四那年 我就注意到了这个人 当时的他和现在的你一样 聪明自信 骄傲自立 唐靖 出于道义 我想 我应该向你坦白 我应该对你 对他 也对我自己诚实 唐靖 我怎么让你相信 你也没问过我 是不是真的不怕失去你 这十年来 我随时准备着有一个更好的人出现 取代我 我为自己和你找过的无数个借口里面 从来不包括我最要好的朋友 我从香港回来之前 甚至想好了该怎么说怎么做 才可以让我们不至于这么尴尬的 全身而退 回忆的意外是 这个人居然是丁子军 为什么是丁子军 为什么是我躺进过我的人生处 陪我走过起起落落 一直不离不弃的最好的朋友 再过两个路可知道了 还要中路1414号 贺总 市场部的丁子军 自己跑到亚欧去取证了 有问题就必须解决 不至于让你接过吧 我可以决定吗 亚欧那边已经调查举证了 承认是罗夫总动的手脚 刚刚陈兴董事会也收到消息了 陈总应该很快就能复职 你喜欢 事情从发生到现在 你倾诉地求助的全是丁子军 我都快成了陈太太了 突然感觉心里好魅力 我把我所谓她做的归音语 分开的时候 她把一切都清算给我这份清醒 还有我所了解的她 作为职场人的合格品性 不容易啊陈总 总算是喜情冤屈了 这段时间公司里都传成什么样了 这样看我的人是因为他没有到我这个位置 明白明白 高处不是寒吗 知道你们都在等着看我陈俊世的笑话 我试过今天的沉默 不想干的人不必躲 有些情分也不是外人一两句就能说透 是直枯萎 大家瞧 仅靠危机之随能支撑多角 大必要 是 你站起来讲吧 我站起来讲 我 我贺涵 爱上你 丁子军 不是偶然 对你的欣赏 由来已久 遗憾的是 一晃眼 我们的前半生都在迂回中度过了 贺总 美国总部已经接到您的吊牌申请了 其实您不用担心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下个月会批准通过的 唉 走吧 好 我知道我现在这么做 会让你很尴尬 很愧疚 但是这件事情 总得有一个人站出来 做个了结 我想告诉你的是 到今天为止 所有的事情 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而未来也是一样 不管到了哪一天 不管发生了什么 我都会等着你 一定会恐怖的事情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